今天來虎山沿 要走旁邊這個大嶺巷步道 虎山沿旁邊有這一片的金針花區 那花開的時候是熱門的景點 金針花又稱作宣草 忘憂草還有母親花 因為它是在母親節的前後開的 所以叫母親花 但是那就是七八月的 還可以做金針排骨湯 是看完金針花 我們現在準備正式走大嶺巷了 出發 出發 面對虎山沿 那金針花是在這一片 那大嶺巷就是左邊 這裡大嶺巷 那我們會從這一條福德巷出來 大嶺巷出發 虎山藝術村 虎山沿展示館 虎山沿展示館 老大 老大 這裡有橙石商店 賣蔬菜的 有機蔬菜 對呀 秋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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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遜喔 這是什麼的 橙石商店過來是岔路 左邊是大嶺巷 右邊往一號步道 420公尺 吉梅弄園 有機生態教育農場 這邊看起來走的人比較少一點 七字路口 左邊一號步道 350公尺 這個有標示大嶺巷登山步道 這裡是一號步道 那這裡有一條往上坡的路 是不是三角點呢 上來去看一下 三角點 往三角點的標示 有布條 在這裡 湖根點 十二分埔山 江子寮 標高171公尺 上去大概30公尺 就到了十二分埔山的三角點 那現在就繼續往一號步道前進 一號步道 出發 這邊在整修中的是四號步道 四號步道一直下坡 可以看到74號道路了 登塔路段 中間 左邊有三號步道的標示 這邊下來 往右邊是三號步道 這裡有樓梯 旁邊有這個柵欄 這個就是 算是他們剛好有在維護的測道了 又上了一個山頭 路邊有一個難得的椅子 到3號步道終點還有37公尺 下來以後要往左邊 往2號步道 插路 這邊有擋起來 所以就是往右 2號步道到了 要往右了 一棵樹倒下了 去路 這裡應該是2號步道的最高點 結果還要在爬 小山豬果然很有體力 上來的這一片林巷比較漂亮 也比較清爽 遇到戲說台灣的劇組 男主角 你好你好 好多文字喔 好多文字喔 文字多文字多 我們是壓跟男主角拍個河道 好 我們跟男主角拍個河道 拍戲也是很辛苦啊 器材都要搬上來 還要忍受文字的叮咬 看到2號了 這裡就是2號 跟大嶺巷的交叉點 我們完成了 要回到大嶺巷了 我們還遇到人家在台線 回到大嶺巷 右邊可以接上74號道路 左邊 就是往回到湖山沿 這裡有一棵木瓜樹 N字形 他這個都已經折斷了 還有辦法再生出來 旺盛的生命力 這裡有一個插路 這個就是剛剛跟2號的插路啦 不走2號就是直接從這裡上來 看起來是蠻陡陡的 那就繼續往湖山沿前進喔 前面有指標寫1號步道 一顆超大朵的花 2千4 這個涼亭有許多運動器材 休息涼亭過來以後 左邊就是大嶺巷 那現在就往右走一圈 大嶺巷 大嶺巷 福德巷 福德巷 在那邊有吃的麵啊 什麼在地的購物 講說那裡有 好吃的在地的麵 這個就是稻基佛堂 福德巷 福德巷走出來就是到了虎山沿 也就完成了今天的行程 從這裡過去繞一圈 從這裡出來 回到虎山沿 完成行程 那就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